好,各位同学,我的声音可以听得见吗? 我PPT可以看见吗? 各位同学,我的声音可以听见吗?PPT可以看见吗? 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在评论区,在讨论区回应一下我 各位同学,我的声音和PPT 各位同学,我的声音都可以听见和看见吗? 好的 好,设备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开始上课 今天我们讲第二章艺术门类论 门类论呢,我先讲一下它在考试当中的一个考察情况 这一部分呢,有的学校它可能不考 你可以去看一下你们所报考的学校的整体 它会不会出一些类似让你去解释一下园林 解释一下舞蹈,解释一下电影这样的题目 而如果说不考的话,这一章可以不用学 当然有一些重点内容也要学,因为它可以作为举例子 可以作为举例子 然后有一些学校呢,是考得比较简单 它可能只在名词解释部分 把你去解释一下具体的门类艺术是什么意思 然后也有一些学校呢,它可能会把它放在 简答题和论述题当中去考察 那么这一部分,如果说你所报考的学校 有可能会在简答题当中问你 艺术门类是如何划分的 或者你如何去看待美术 或者你如何去看待戏曲和文学的关系 类似于你见过这种题的话 那么这一章是需要去好好学的 所以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所 报考学校的一个真题的情况 真题的情况去分析你应该学到什么程度 那么一般来讲 我们在第一轮的时候 要做到所有的知识点的一个全覆盖 所以我们在第一轮的时候 这一章肯定是要全部学一遍 特别是里面有一些 和其他的知识点关联度比较高的 关联度比较高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最近的一个热点是什么 艺术与科技 艺术与科技的关系 那我们讲到艺术与科技的时候 你不可能空谈艺术 你要站在具体门类 那哪些门类相对典型性比较高呢 那就是像电影 电影的话 它就是一个科技发展 所形成的一个新鲜的艺术门类 还有比如说像摄影 像电影摄影 这些都是把艺术与科技联系起来 还有一种呢 比如说真题我们见过 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对吧 类似于这种题 那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我们也不可能去空谈艺术 空谈文化 它也要建立在具体的门类艺术上 那哪些是比较典型的呢 那就是中国独有的 其最典型的就是书法 最典型的就是书法 另外还有呢 中国戏曲 中国戏曲 还有呢就是中国的园林 中国的园林 这三个部分 这三个部分就是书法 戏曲 园林 它非常容易和传统文化 和传统文化连接在一块 另外呢还有一些和大家的 过往的知识体系连接的比较近的 或者大家比较熟悉的 一个就是美术和书法 美术和书法大家比较熟悉 另外一个呢就是文学 这两样比较熟悉的 其实大家就会比较好上手 或者说你多少总共会了解一些 美术作品书法作品 多少也了解一些中国古代的唐诗诵词 可能音乐舞蹈这种不太不太了解 但是美术书法和文学 大家相对是比较熟悉的 所以呢同学们在学习的时候啊 就是要把重点放在 这些比较容易举例的 以及是一些和一些热点问题 艺术与科技艺术与文化 相关联度比较高的门类艺术上去 那总结下来呢 其实就是 大家重点看这么几个 一个是美术 一个是美术 还有一个是书法 书法放在美术里面 还有就是戏曲 还有就是园林 还有什么电影 再加一个文学 这几样是比较重要的 那我们首先学第一个知识点 就是关于艺术门类的划分 艺术门类的划分 艺术门类的划分呢 在书上第85页 它里面介绍了有七种划分方式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什么美术啊 音乐舞蹈文学 电影之类的 是在这个地方 是第七种划分方式 那么艺术门类 它其实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划分方式 并不一定非得要按照这种 那么这各种划分方式 第一种 就是按照存在方式 存在方式 可以划分为空间艺术 时间艺术和时空艺术 这个存在方式就是看 这件作品 它是占据一定空间的 还是说要经历一定的时间过程 才可以去欣赏 比如说美术作品 它就是占据空间的 美术作品 雕塑作品 建筑 建筑艺术 占据一定空间 看一眼就能看到 但是呢 比如说像音乐 音乐如果只是一秒钟 你并不能够去判断它 你需要倾听它的整个过程 所以音乐就是一种时间艺术 那像一些比较综合性的 像戏曲啊电影 它就是一种时空艺术 它既占据空间 也占据时间 第二种呢 就是根据感知方式 可以分为视觉艺术 听觉艺术 视听艺术和想象艺术 那这个感知方式呢 是和你的感官 和你的五官 有关联的 你眼睛可以看到 视觉艺术 耳朵听到的是听觉艺术 既然用到眼睛 用到耳朵的像电影啊 戏曲啊 舞台剧啊 这种视听艺术 还有一种比较特殊 就是文学 它是想象艺术 看不见摸不着 但是你在读的时候 你头脑当中 就会想象 浮现出来这个人物形象 就是一种想象艺术 根据创造方式 可以分为造型艺术 表演艺术 语言艺术和综合艺术 啊 根据创造方式 可以分为造型艺术 表演艺术 语言艺术和综合艺术 造型呢 像同学们有一些考美术 会考造型 啊 就是对于形象的一个描绘 表演艺术呢 就是要用肢体去表演 语言艺术呢 就是你 呃 通过口头的语言的表达方式 来进行创造的 还有一种综合性比较强的 像电影啊 戏区啊 啊 它既需要有 美术上的造型 又需要有 演员的表演 然后又需要有一些 剧本 语言艺术 的一个综合 然后呢 从反映客观现实 表现主观 情感 意念可以分为 在线艺术和表现艺术 可以分为 在线艺术和表现艺术 在线 表现艺术 或者说 其实所有的艺术 都有在线和表现 对不对 它只不过是 偏向于在线 偏向于表现 像音乐 舞蹈啊 它就是偏向于表现 但是情感性比较强 呃 然后像 电影啊 绘画雕塑啊 它就偏向于在线 然后从功能上讲 分为美的艺术 和实用艺术 美的艺术和实用艺术 实用艺术 比如说 建筑 建筑 工艺美术 等这种实用艺术 美的艺术呢 是偏向于审美的 偏向于审美的 美术音乐 舞蹈戏剧等 它都是一个美的艺术 然后从展示方式来看 分为静态艺术和动态艺术 分为静态艺术和动态艺术 这些都是顾名思义啊 就不动的 像绘画 摄影 建筑 它是一种静态 如果说是运动的 像舞蹈 曲艺 舞蹈器 曲艺 音乐 它就是一种动态艺术 那我们主要所掌握的 主要所掌握的这个分类方法 就是这个第七种分类方法 以创造艺术形态的材料和技法 以创造艺术形态的材料和技法为依据 以这个材料和技法为依据 分成九种 分成九种 这九种分别是美术 音乐 舞蹈 戏剧 摄影 电影 电视 文学 建筑 语言 林 还有其他 分为这九种 这个呢 是王洪健这本书的一个观点 如果同学们考到简答题 问你艺术 门类是如何划分的 你就要先讲下这七种划分方式 然后再讲一下 我们所使用的 是这一种 最后一种划分方式 分为这九种 那其中书法 它是放到美术下面了 但是现在的话 书法和美术 经书法的地位 学科地位提升了 改成了美术语书法 这个是一个变动 就如果考试的话 其实也可以提一下 这个变动 那么接下去呢 我们就具体的去学习 这九种艺术门类 分别 分别它的一个含义 具体内容是什么 我们首先来看美术 美术呢 应该是大家最熟悉的 最熟悉的 而且 其他去翻啊 比如说有一本书 名字叫中国艺术史 或者说你提到艺术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讲的全是美术 就明明艺术是一个 非常综合线的一个学科 但是你在翻开 所谓中国艺术史的时候 或者西方艺术史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列举的 以美术作品为多 并没有把太多的舞蹈啊 音乐 戏曲 把列举上去 就说明美术的一个地位 在人们的艺术观念当中 美术的影响力是比较大的 美术的影响力是比较大的 而且其实美术也是 就是在这么多的 在这么多的一个 门列艺术当中 美术是考察概率比较高的 美术考察概率比较高 所以美术是要好好学的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美术的定义 美术的定义 美术的定义就是 它是一个比较宽的概念 它是造型手段 塑造视觉艺术形象的 一个总称 就是要用造型的方式 来塑造我们眼睛能看到的 视觉艺术形象 包括有五种 包括绘画 雕塑 工艺美术 还有书法篆刻 绘画 从很早 很早时期的一个研画 阿尔塔米拉洞窟 壁画上面的一个野牛 然后像雕塑的话 像这样的一个陶器 它上面的这个鱼 是一种绘画 然后这个素呢 可能又是一个 又是一个具体的 立体的一个雕塑的一个雏形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雕塑 别麻油 工艺美术 工艺美术就类似于像锦泰兰 一些民间的工艺美术的一些作品 这是包豪寺的工业设计 还有书法传 科大家最熟悉的 一般分为这五种 它的创作材料非常的广泛 各种各样 甚至有时候美术它就是一种与材料的对话 然后美术非常的古老 在几千年 甚至是几万年 人类 从人类诞生开始 就墙壁 岩壁上面的一个岩画 就已经有了美术的雏形 而且就已经表现了人们对于形状和色彩的一个关注 你可以看到这个野牛 这野牛其实是画的比较像型的 它把野牛的一个形态 野牛的一个皮肤 纹理 还有野牛的这些四肢的一个形态 全部都表达出来 而且也是着色的 表达了人类对于形状和色彩的强烈关注 以及他们反映生活表达情感的一个愿望 那美术发生的一个根源 就来自于人们的反映生活表达情感的愿望 以及对可视事物的审美要求和理想 这是美术的定义 那美术呢 它有两个特征 美术它有两个特征 刚才讲一个特征就是造型性 就人们课大家要考造型 另外的就是静止性 造型性就是塑造形体 之前我们学习四个基本特征 第一个特征就是形象性 那这个形象是需要去塑造 是需要去塑造 那塑造形象就是造型 就是塑造形体 那造型这个东西 在中国古代呢 就叫做象形 就叫做象形 但是呢 中国古代它是比较讲究神 比较讲究神 以形写神 以形写神 所以美术形象实际上是 形与神内在与外在的一个 有机结合的体现 然后美术 美术这种造型性 使得美术比较擅长 去刻画事物的一个外部形态 然后通过外部形态去表达 内在的一个体现 然后造型性呢 又会延伸出另外两个特征 一个就是视觉性 一个就是空间性 既然是描绘形象 那你的眼睛能看到 就会形成视觉 然后你眼睛能看到的东西 它一定存在于 它有一定的物质实体 它会占据一定的空间 所以又会延伸出空间性 所以造型性 视觉性 空间性 这三者又是一体的 另外一个特点就是静止性 就是静止性 美术作品动不了 它不像电影 它不像戏曲是可以动 它只能是静止 然后静止又带来什么 瞬间性和永固性 它只能描绘一个瞬间 它并不能够描绘 特别长的一个过程 然后也正是因为瞬间 它可以永远存在 你像一些古代的文献 文字经过传钞 可能会发生变化 但这件美术作品 如果说它跨越千年 一直留存的话 它就有一种永固性 我们能够看到的 它就是当时的 几千年以前的 古希腊的一个雕塑 那这个呢 是米龙的 《贴饼者》 是古希腊时期 非常著名的一个雕塑 通过这个雕塑作品 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到 它的这些特征 它是不是具有一定的造型 然后也是你眼睛能够看到 然后它有一定的体积 占据一定的空间 所以这个作品 它是造型性 视觉性 空间性 三者合一的 然后它描绘的是一个 运动的 运动员的一个运动 运动的场景 那运动员的运动 是有一个过程的 这个过程 美术作品具有它的局限性 它没办法去描绘 那它怎么办呢 它就去描绘那个 矛盾最大的焦点 就是运动员把这个铁饼 制出去的前一刹那 就是这个铁饼 制出去的前一刹那 它的这个身体的扭转 到达一个最大的限度 然后它的这个肌肉 肌肉也是 肌肉和身体的力量 也是面临即将爆发的 这个矛盾焦点 那这个呢 其实是一个运动的 一个瞬间 就是一个瞬间 通过这一个瞬间 去暗示 这个运动员的 这个力量有多强 然后去赞美 赞美人体 通过运动去赞美人体 所以它具有 静止性 瞬间性和永固性 这是美术的两个特征 那美术的具体分为 五个类型 刚才讲 一个是绘画 雕塑 书法 供应美术 和现代工业设计 这个当中呢 书法是最重要的 这个是跟同学们息息相关的 而且书法是 最有可能去 就是在门类书当中 其实书法考察的概率 是比较高的 因为同学们是书法专业的 然后第二容易考察 就是中国画 绘画当中的一个中国画 所以 虽然这里有五个内容 我们重点学习 一个是这个水墨画 还有一个是这个书法 那我们首先来看绘画 绘画 绘画能了解它的一个定义 定义 它是通过线条色彩 快面等造型手段 塑造具有内涵和意味的 平面视觉形象 然后它题材非常广泛 绘画有一些 门类艺术 它的创造会议定的局限性 比如说 文学没有办法去象形 比如说音乐 很难以再现 音乐难以再现等等 但绘画的话 它的题材局限性就比较小 基本上什么都能够表现 无论是很大的重大历史事件 到很小的一草一幕 它都能够去表现 然后绘画呢 也主要是 跟材质 跟物质材料和技法 有很大的关系 各种各样的画种 分为油画 水墨画 板画 水彩 水分 壁画 素描等 然后我们重点要学习 这个中国画 中国画 通常会成为水墨画的同义词 因为中国画 用水和墨去描绘嘛 那么中国画 我们要学习 它有六个特点 这个其实真的挺重要的 这个书上写的很精烈 写的很凝联 在书上第九十页 写非常凝联 有六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用线造型 用线条去勾画形象 比如说传统的 之前给大家看的那个 顾凯之的洛神户图 它其实用线描 就是用线描 还有顾凯之的女史真图 都是用线描 还是中国古代有白描 还有一些公笔画 也是用线描 所以十分重视笔墨 技法用三点透视 第二个就是重视空白的运用 就讲究虚实相生嘛 虚实相生 空白呢 就是一种虚和实 就是以虚称实 比如说画水 不太画波纹 画鱼 画鱼不画水 看这个也有 很大一片的留白 中国画不太喜欢把它画 通常这种留白呢 是非常有韵味的 然后第三个特点呢 就是重视和自然的一个关系 重视和自然的关系 比如说中国人讲究什么 讲究似与不似 看徐卫这个墨葡萄图 就是你看着 哎好像跟 你一看就知道这是水墨画 你知道它不是一个真实的葡萄 但是呢 你看到那个形态啊 用笔墨点出来的 好像跟真实的葡萄又非常的像 又非常的像 有一种似与不似 似与不似之间 所以中国人既崇尚 施法自然 又反对单纯的形式 这个与自然的辩证关系 还有像 张早的外式造化中的心源 还有包括石涛的 搜紧其风打操告等 都是强调了与艺术与自然的关系 另外中国画与书法很深的 渊源由书画同源之说 其实书画同源 也挺容易靠论述题的 如果提到书画同源 同学们可以简单记一下 只好讲到 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讲 比如说第一个方面是 从笔法上讲 从书画画的这个笔法上讲 书法的线条 书法的一种书写方式 会应用到绘画的一个描绘方式当中 第二个就是从造型性上讲 最早期的时候 中国的文字是象形性 然后这个文字和绘画是有点不分的 逐渐逐渐才开始分化 所以书画同源其实是有很多种解释方式 第二个就是中国人会用印章 诗书画印相结合 增加画面的一种韵味和美感 也其实是一种文人化 这种文人化的表达方式 就是诗书画印相结合 第二个就是形成工笔和写意的不同样式 工和写 这个是纯粹的写意画 也有一些绘画实际有工 也有写意 也有一些纯粹的工笔画 工笔画比较工整细腻 像宋代的院画 宋代的院画就比较偏工 写意画的话 明清时期的大写意画鸟画 八大石涛啊 后面的任伯年啊 都是写意画比较擅长 那这水墨画 这六个特点 这六个特点是比较具有典型性的 是非常有必要好好记一下 然后呢 我们看雕塑 雕塑呢 从概念上讲 书上的概念就是 它具有实体感的造型艺术类型 然后雕是什么意思 素是什么意思 雕就是印制材料上进行创造 素就是软性材料来堆积 而雕塑立体性增强了形象的真实感和魅力 而雕塑呢 主要表现的就是人 特别是人体 我之前看到兵马俑 它是一种雕塑 然后汉代的一种陶俑 你可以看到 秦代的兵马俑是与人等大的 但是汉代的陶俑是非常小的 是有一种天马行空的想象 就可以表现出来 秦代的人们是比较写实的 但汉代的人是比较重视想象的 雕塑形象具有单纯性 然后雕塑还非常重视发挥材质的审美 做的雕塑分为原雕和浮雕 雕塑分为原雕和浮雕 然后雕塑呢 在中国 中国人其实不是很注重雕塑 你像文人 文人不怎么不会去雕塑 最近近现代才比较重视 文人可能会去磕石头 那不见得会去雕塑 中国古代的雕塑比较典型的 除了兵马俑 秦代兵马俑 汉代陶俑之外 还有后面的佛教造像 佛教造像是比较普遍的 但这个呢 也是外传的 然后中国话的一个部分 然后我们看书法 然后我们看书法 书法呢 要掌握这四个部分 其实它讲的也挺典型的 虽然它的篇幅不长 但是典型性很强 首先是书法和文字的关系 书法和文字的关系 书法是文字书写的艺术 一般来讲书法专制 汉字的一个书写艺术 然后迄今为止 只有汉字形成了 具有独立价值 那为什么汉字书写 能够成为一种艺术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为什么汉字书写 能够成为一种艺术呢 一般人认为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 汉字始于象星 汉字始于像刚才说的 那个书画同源 汉字始于象星 第二个问题是 使用毛笔 而为笔软则奇怪深 这两个原因 使得汉字书写 能够成为一种艺术 能够成为一种艺术 第二个就是 书法属于造型艺术的范畴 而且书法不仅仅是一种外形 更重要的是通过外形 显示书写者 显示作者 显示书法家的思想意趣 和精神气质 就所谓的书如其人 就刚才讲的两个问题 一个书画同源 一个书如其人 其实都有可能会考论书题 都有可能会考论书题 然后书法艺术特征包括两点 一个是抽象型 一个是形与意的结合 抽象性 通过用笔结构章法 用笔结构章法的技巧 显示这种抽象型 形与意呢 它抽象形式当中 有一些深厚的意义 为什么你一看 你一看这个字 你能感受到这个书写着 人的一些人格 或者说一看这个字 你就能够看出来 它内在的一个气象 或者是气韵 这就是形与意的结合 然后从书题来讲 分为转立凯行草 五个基本的书题 那这五个基本的书题 它并不是先转后立 再凯再行再草 而是不断交替的过程当中 渐渐形成的 可能有转书的时候 就已经先有草转了 就不渐渐形成 就一方面形成草转 一方面有立变 它可能是同时进行的 这个是书法 第四个呢 是工艺美术 工艺美术 非常的普遍 种类非常的多 还有什么陶瓷工艺 金属工艺 竹木工艺 编织工艺 硬染工艺 玻璃工艺 漆漆工艺等等 很多工艺 它的品种还会随着 新材料 新技术出现 不断扩展 这个是简泰兰 工艺美术 它实用性和观赏性 于一体 物质与精神的 一个双重美术 这个呢 是潮袖 刺袖 刺袖 它也是一种工艺美术 实用性和观赏性 还有现代工艺设计 它 它也是随着 它其实也是 艺术与科技的一个问题 是因为科技发达 然后人们的一些很多东西 它没办法用工艺美术 去进行普及 所以要通过工业 来进行普及 那工业的话 良想就有点美感 那这种美感 而且是机器化大生产 所以就要写 涉及到设计 就是工业设计 它是一个新型艺术范畴 工业设计呢 其实要学的一个内容 叫做包豪斯 包豪斯是二世纪初代 德国出现的 德国工业联盟 它是一个组织 这组织的主要是 设计一些工业产品 这个是他们设计的 一些工业产品 你看工业性就很强 然后又具有定时的美性 它影响了工业产品的 生产和消费 然后影响到整个 造型艺术领域的美学观念 那么这些是美术 是美术我们要学习的内容 接下去呢 我们看音乐 音乐 音乐它是一个 相对抽象的艺术 然后音乐 它比较重视 抒发情感 然后抒发情感 音乐它是 我们先看它的定义 先看它的定义 也是一样 先看定义 再看特征 再看类型 音乐呢 它是诉诸听觉的一门艺术 主要是通过你的耳朵 去倾听的 它是用有组织的乐音 构成特定精神内涵的 一种音响结构方式 音响结构方式 然后音乐 它能够 为什么能够打动你 主要依靠它的曲调音色 以及它的演奏 演唱的一个技巧 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 一个是声音 另外一个是情感 一个声音 另外一个是情感 我们之前学四个 基本特征的时候 情感性 情感性的时候 如果你要举例子 其实就比较容易举 那个音乐的例子 因为音乐是比较能够 引起共鸣的 就它是非常重视情感 然后人类也是最有情感 比如说你拿一幅中国画 你给外国人看 他可能不一定看得懂 但如果你在外国人面前 去演奏一些中国的乐曲 那他们可能很容易就受感染 因为音乐表达是一类情感 然后人类的情感 其实是能够跨过国门的界线 就是人类的喜怒哀乐 都是比较相似 那音乐有两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就是 它是音响的艺术 第二个特征 它是抒情的艺术 音响其实就是 用物体 物体的敲击 形成的震动 而形成有音高 有确定音高的 就是一种乐音 这种乐音 你像我们所熟悉的这种钢琴 或者是弦乐等等 它都是有固定音高 有音高的就是一种乐音 也有些没有音高的 比如说打击乐 它可能没有音高 然后音乐的一个 音乐艺术的实体是乐曲 乐曲是由旋律 节奏 调式 曲式 和声 腹调等要素构成的 那音乐呢 比较重视 其他和情感的关系 之前我们学过 《毛诗序》当中的一句 很重要的一个话 《情动于众而行与言》 言之不足 故接探之 然后接探之不足 勇歌之勇歌之不足 不足之武之手之导之矣 其实那句话 也讲了音乐和情感的关系 然后这里讲 琴发于声 声成文 未知音 就讲音乐和情感的一个关系 那么音乐 它不再在线 现实生活当中的物质形式 只是表现 它体验到的一个情感 音乐当中的感情感 是相对抽象的 直接的 而且会带来欣赏的一个特殊性 带来欣赏的特殊性 这是音乐的两个特征 一个是音响 强调它的物质性的特征 另外抒情 强调它的情感性的一个特征 因为按照类型呢 使用工具可以分为 契乐和声乐 按照体材 还可以分为这些读奏 弃奏 重奏 交响曲 协奏曲 奏鸣曲 组曲 独唱 重唱 合唱 歌剧等等 是音乐的一个分类 音乐其实大家主要记住 它和情感是有很大的关系 然后呢是舞蹈 那么 舞蹈和音乐有很大的关系 舞蹈和音乐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舞蹈是要踩着音乐的节奏 才可以去舞动的 而且最开始也讲过 诗粤舞三位一体 就是毛诗序当中 那个秦动于中而行预言 研制不足 顾接探直刚才讲 诗粤舞三位一体 那舞蹈呢 舞蹈它是在空间和时间当中 展示的一个视觉艺术 它是以有韵律的人体动作 通过以人体作为这种物质材料来进行表达的 而且要跟随着音乐的节奏 舞蹈作品当中情感异趣行为情节 主要通过人体动作来进行一个表现 然后它具有动作性和抒情性 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就这个直死轻率的这个舞蹈 你看它是用人体来表达的 用人体动作构成的一种舞蹈与会 这个人呢是模仿的千里江山图当中的这个山 你看这个山脉 你看这个颜色比较这样轻 你看这个演员 你看这个动作 非常只有一种情感 这种情感也是通过表情和动作来进行表现的 而且你想啊如果说我把声音关掉的话 可能这个舞蹈的感觉会差很多 就舞蹈它就这样很音乐融合一体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轻率 轻率所表现的它的一个舞蹈 你看这些演员的通过身形 像不像千里江山图当中的那个山形 好我们来看一下 通过刚才的舞蹈我们能够看到 舞蹈它具有这么三种特征 一个是动作性 一个是抒情性 一个是音乐性 动作性 抒情性 音乐性 怎么去理解动作 就是舞蹈语言 要用动作来表现 所谓动作 其实之前柏拉图就说 舞蹈是用手势说话的艺术 这个手势就是动作的意思 那舞蹈动作呢必须有规范性和技巧性 它必须具有一定的内涵 要讲究形式美 要注重风格 讲究形式美 注重风格 就刚才的这些舞蹈演员 他们的这个动作 就是因为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和技巧性 所以我们才会觉得它很美 然后它也具有一定的风格 就是通过它的一个身形 去塑造山的一个形态 舞蹈呢也是长于抒情的 也是长于抒情的 刚才的那个一段表演 我们可以看到 它对于抒发 抒发感情 或者说我们是被这段舞蹈所感染的 就是因为它抒情 但它在叙事方面也具有一定的短处 然后舞蹈总是要与音乐共生共存的 不存在没有音乐伴随的舞蹈 因为舞蹈它是有节奏 节奏就是从音乐当中来的 那么舞蹈和音乐 它有不同点和共同点 它的不同点在于在表现手段 展示方式 感知方式不同 共同点呢 在于在节奏 抒情性 时间过程当中是相同的 而且舞蹈需要音乐的激发与强化 而且舞蹈创作也要对照音乐来进行 这是舞蹈的特征 就是动作性 抒情性和音乐性 那么舞蹈的类型 舞蹈类型 按照体材划分 有读舞 双人舞 群舞和舞剧 按照美学类型 有芭蕾舞 中国古典舞 民间舞和现代舞 你说这个是中国 早期的芭蕾舞 白毛女 这个代表的是古典舞 它壁画上面的古典舞 这种就是民间的 这个应该是纽阳歌 这个是邓肯 以邓肯为代表的现代舞 邓肯为代表的现代舞 接下去呢 我们来找一下 书上的内容 我们带来划一下 刚才讲的这些重点 在书上的哪些部分 首先是艺术本类的一个划分 以存在形态 分为空间 时间 时空 以艺术形态的感知方式 分为视觉艺术 听觉艺术 视听艺术和想象艺术 以艺术形态创造方式 分为造型 表演 语言艺术和综合艺术 以反映客观现实和表达 主观情感意念 分为 在线艺术和表现艺术 从功能来看 分为美的艺术 和实用艺术 然后从艺术形象的展示方式 来看的又分为静态和动态 最后呢 从创造艺术形态的材料和技法为一具 可以分为美术音乐舞蹈 文学戏剧影视 摄影曲 杂技建筑原理 且这个是一个重点 也是本书的一个分类方式 接下去呢 美术的概念 它采用造型 手段 塑造视觉形象 包括 这五种 使用材料广泛 最古老的艺术门类 与丰富的形状和色彩 它的一个根源就是 采用直观方式 反映生活和表达 情感一直的愿望 对于物质产品和其他一切 可施式的审美要求和理想 这是美术发生和发展的深厚根源 美术的特征有 造型性 和静止性 造型当中刚才讲是 造型性 视觉性 和空间性 三者一体吧 然后所谓造型指的是什么 画外部 来 通过外部来表现内容 给它作者的内在 情感 然后与造型 明致的是视觉性 这种造型 必然是可视的实在形体 而且呢 又必然存在于一定的空间 所以呢 造型性能够引出什么 就是引出 造型性 视觉性 空间性 三者的三位一体 那静止性呢 就是指这个造型呢 它又是静止的 如果描绘运动中的事物的话 无法表现过程 而通过静止的形象来暗示 来暗示一定的过程 然后静止性 又带来瞬间性的特点 带来瞬间性的特点 然后静止的造型呢 能够使它固定下来 保持不变 所以这个 静止性 它是静止性 瞬间性和永固性 这三者 是三位一体的 然后具体的 绘画 这绘画艺术门类 题材广泛 物质材料 比较技法不同 分为这么多 水墨画 水墨画刚才讲的有几种 这是用线造型 第一个用线造型 第二个重视空白 画鱼不画水 第三个重视自然与艺术的辩证 崇尚思与不思之间 第四个 以书法有重 有一人也 书画同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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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个 诗书画印 然后第六个 形成 工笔和写 一画不同的样式 这是水墨画的六个特征 然后呢 是雕塑 这雕塑的定义 雕是什么意思 素是什么意思 然后立体感提高了形象的真实感和魅力 雕塑的主要表现 人特别是人体 它的形象具有单纯性 复杂的人物关系背景是很难表现的 还注重发挥材质的一个审美作用 分为浮雕和圆雕 书法 书法是文字书写的艺术 专职汉字 形成一种具有独立价值的艺术 属于造型艺术范畴 显示着作者思想意趣和精神气质 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是抽象型 第二个是形与意义的结合 抽象型通过用笔结构章法 形与意义的结合 第一个以文字为依托药 然后表现出书法家的生活体验 和情感的艺术表现 公益美术品类繁多 传统的有什么什么 这个是它的定义 实用性与观赏性为一体 具有物质与精神双重属性 现代工业设计 使得工业设计和美术设计结合起来 满足人们的物质与精神 然后德国的这个包豪斯 这是美术 那音乐层面呢 这是音乐的定义 一个是声 一个是琴 音乐它是音响的艺术和抒情的艺术 音响艺术就是由物体振动 所发出的音响 乐曲 因为实体是乐曲 乐曲有什么什么 是音 音响的艺术的一个特点 抒情的艺术呢 毛诗句当中 琴八语声 声成文位之音 音乐只能体会到情感 这个情感是抽象的 直接的 带来欣赏的特殊性 音乐的一个类型 这个大致了解一下 舞蹈 舞蹈的定义 然后舞蹈的特征 动作性 抒情性 以及音乐的联系 手势 动作一定的标准 动作有规范性和技巧性 动作有内涵 动作要讲究形式美 要注重风格 第二点 抒情 就到这边写错了 应该是二 然后它的长处和短处 然后与语言的连接 与音乐的连接 不存在没有音乐伴随的舞蹈 然后它们的共同点是什么 有节奏 抒情性和时间过程 这三个共同点 然后 舞蹈需要音乐的激发与强化 舞蹈需要对照音乐来进行 这是舞蹈的一个特点 接下去呢 我们休息一会儿 我们到 7点 50 7点50来讲后面内容 讲戏剧 暂时休息 休息五分钟左右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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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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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迅速与科技能——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就是一个热点 它和它的战胜和艺术有什么关系 这可能通过门类去回答 另外一个传统文化的复兴也是一个热点 也要通过门类艺术去回答 好 接下去呢 我们看戏剧 接下去我们看戏剧 我这个声音应该没问题吧 应该开了 接下去我们看戏剧 戏剧当中比较重要我们要学的是戏曲 戏曲和戏剧有什么区别 戏曲通常性质就是中国的那些戏剧 什么京剧啊 乐剧啊 川剧啊 胡剧啊 那种就是戏曲 戏曲其实就是中国的戏剧 就叫它戏曲 一般来讲俗称 然后戏剧呢 就是一般我们西方知道的那些什么 哈姆雷特那种就是戏剧 戏剧的一个定义就是它是由演员去扮演人物 当众展示故事情节的艺术门类 要有演员然后要去展示故事情节 戏剧呢有四个要素 即演员导演剧本和舞台美术 演员导演剧本和舞台美术 戏剧呢有两个特征 一个是戏剧行动 一个是戏剧冲突 戏剧行动就是动作性 就是演员的一个表演 它有语言动作表情 态度等等还包括它内心的和心理的一个活动 戏剧冲突呢就是所谓的矛盾 我们看一个戏或者看电影看电视 觉得它特别好看就是它的这个焦点十分的突出 比如说复仇 复仇就是这种戏剧冲突 它表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自然力量之间的一个对抗和斗争 然后这种冲突呢 它来运行生活 但是又必须高度的一个集中和典型化 而且这个冲突它最好是能够不断的向前发展 一直推向高潮的 那戏剧呢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哈姆雷特 就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这个戏剧呢 它的一个戏剧冲突 就在于哈姆雷特要复仇嘛 就是他出去 出去玩了还是咋的 回来的时候他妈妈告诉他爸爸死了 他妈妈呢嫁给他叔叔 然后呢他本来以为他爸爸是生病死 结果呢他遇到了他爸爸的鬼魂 他爸跟他说我是 我是被杀死的 就是我的死是有冤屈的 然后他就开始寻找这个真相 因为他只看到鬼魂 并不一定就是真的他寻找那个真相 然后确定是他的叔叔 叔叔和他妈妈杀死他的爸爸 然后又去复仇这个过程 我们看一下这是哈姆雷特 我把一些比较经典的片段 这是哈姆雷特碰到他的爸爸的火 至于我的自然之间的犯罪 然后他第一次得知了真相 然后他非常的震惊 然后呢他去找那个真相 然后他非常的震惊 这个是他叔叔 这个是他妈妈 他找了一个戏中戏 这个是哈姆雷特 他说我给你们 请他们去看戏 然后他们就去看了 然后在这个戏当中呢 就是找了一个同样 扮演了一个同样的场景 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王后 王后和叔叔谋杀 谋杀国王的一个故事 然后他通过扮演这个故事 去观察他们俩的一个反应 这是典型的戏中戏 这是典型的戏中戏 再次判断 他在这个戏中戏当中 然后他就杀死了他 然后他们俩看到这一部的时候 他们俩的手心就比较激动 然后他就上了 什么 Barkley with false fire How fair is my lord Give all the play Give me some light Award 就是他们俩人杀死的爸爸 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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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m justly killed by my own treachery How does the queen She swooms to see them bleed No No The drink The drink Oh sweet Hablet 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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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追他那個叔叔 找到了感覺是他把他叔叔給殺死 最后就完成了復仇 這個就是一種比較典型的戲劇衝突 戲劇衝突 這個戲劇衝突是朝著激進的目標 不斷向前發展一直向上高潮的 而且這種戲劇衝突的表現 是通過戲劇行動來完成的 接下去我們看戲曲 戲曲是一個重點概念 因為它涉及到中國傳統文化 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表現 那戲曲其實就是中國的戲劇 就是中國的戲劇 傳統戲劇就叫戲曲 戲曲包括京劇和各種地方戲曲 戲曲呢它的一個形式是 表演的一個歌舞化 表演的歌舞化包括唱念做打四種類型 然後除了演員的表演之外 它的 它具有一定的城市化 具有一定的城市化 這個城市化 比如說角色行蕩分為 聖誕寂寞 然後化妝呢它的臉譜和林子 都是有一定的城市 它的服裝和道具音樂唱將 都是有一定的城市規範的 都是有一定的城市規範 由於這個歌舞化和城市化 使得舞台和生活形態 產生了比較大的一個距離 注重形式美和出情形 表現出虛擬性和象征性 表現出虛擬性和象征性 它的那個虛擬性和象征性 是怎麼去表現的呢 我們來看一個就是在京劇當中 有一個 有一種表現方式叫做起霸 起霸它表現的是在 戰爭 戰爭來臨之前 就召集兵馬 的一個過程 那麼 由於 由於你可以看到 它這個舞台啊 它這個舞台 其實它的不僅並不複雜 不僅非常的簡單 一般就是放一張桌子 上面放一點道具 它沒有千軍萬馬 並沒有很多人 就是一個人 一個人的一個表演 就完成了千軍萬馬的一個召集 這個一個人的表演 就是叫做起霸 我們看一下它是怎麼樣 通過它的動作 動作服裝和它的 這種唱相去完成這種表現 是 它有五點 節奏 是 比較緊張的 一種緊張的氣氛 然後有一種刑犯人的心 感情 然後這個演員呢 呃 沒有 沒有 不一樣的舞台上走一圈 走一圈 就代表 呃 在這開始前 我們準備工作 有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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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创伤或创似的一些表现 然后像这种动作就是这种层次化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戏曲 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是具有一定的虚拟性 具有一定虚拟性 就是刚才的布景 它布景并没有什么特别实 如果是戏剧的话 可能它那个场景是比较实的 是比较实在的 但是中国戏曲的这个舞台布景是比较虚的 这个就和中国传统古典媒体当中的虚实相生以行写神式 是有关的 它这个戏曲舞台啊 时空非常有限 但它能够反映的现实生活是相对无限的 这个虚拟性怎么去呈现呢 就一个是虚拟动作 一个是道具布景 一个是舞台时空 虚拟动作就是比如说 它要表现侧马奔腾的话 没有马 就手指马鞭就表现侧马奔腾 要表现划船的话 没有船 就一拿着一只桨 就意味着在划船 这就是一种虚拟动作 道具布景呢 就是不用布景 一般就是一桌二椅 刚才看到的一桌二椅 一桌二椅摆放 然后通过演员的动作来表现不同的环境 比如说官员升堂 宾主宴会 接待宾客 家庭闲序等 不同的场面都是通过一桌二椅来表达的 那么这个时候 道具布景比较简单 那么观众的想象力 就比较容易能够激发出来 它有一种呢 就是它的虚拟性 还通过这个舞台时空 舞台时空去表现 戏曲的这个舞台时空呢 它不是一个客观世界真实的 就如果是戏剧的话 它那个舞台是比较真实 但戏曲的话 它更多的通过唱腔念白和动作 表现虚拟的一个时空 比如说萧和月下追寒信 就是跑几圈就代表赶在几十里的路程 就是中国戏曲的一个虚拟性 这个知识点是我补充的 这个书上没有 另外呢 中国戏曲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以一求多 以一求多 以一求多也是虚拟性的一种代表 比如说一行多用 角色行段上面一行多用 比如说表演动作上面仪式多用 可以看到刚才那个奇霸 它其实一直就是那个动作 它动作并不多 但它的表现力比较丰富 比如说舞台不景的 一景多用 其实这个是比较典型的 刚才给大家看的 不同的奇霸 它那个布景都一样 然后其他的这个 我们可以看一下别的 比如说霸王别界这个布景 其实也不是特别复杂 好 这个有点真是现代 来用戏曲 一般来讲这个布景 一般来讲这个布景 是一景多用的 是一景多用的 然后服饰帘谱上面是一幅多用的 一幅多用的 然后表演艺术上面会有一个 一人千面 一曲百情 一步千态 一笑百昧等等 那么这种以一求多 以一求多的方式 它是来源于道家的 道生一生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这种思想 就是总体来讲就是中国的艺术 它就是比较抽象的 比较虚拟的 它并不具体 通过一些抽象虚拟的东西 描绘的是那个精神世界 而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 所以戏曲呢 我们要了解戏曲的一个定义 戏曲的定义 戏曲的一些特点 然后补充一个以一求多 和它的虚拟性 和它的虚拟性 这是戏曲 刚才在讲戏剧的时候 戏曲还有一个分类 分为悲剧喜剧正剧 我附上它这个编排 它把戏曲放在了中间 然后这个戏剧呢 戏剧 这个是戏剧啊 不是戏曲啊 戏剧分为悲剧喜剧正剧 悲剧呢比如说 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 然后悲剧就是指 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就是一些正义斗争 不可避免的遭受损失 英雄悲剧性格悲剧 命运悲剧社会悲剧 英雄悲剧王就是英雄的一个悲剧 背负的普罗米修斯 性格悲剧呢 就是指这个悲剧是由人物的性格造成的 哈姆雷特最终 他自己也死了 虽然完成了复仇 但他自己也死了 呃 是因为他自身比较的优柔寡断 呃 然后内在比较矛盾而造成的 命运悲剧呢 就类似于你 你再怎么努力 你也无法逃脱命运 这个俄迪普斯 俄迪普斯就是他无法逃脱 杀父取母的这个命运 他一生都在想办法去逃避 但他就最终 就逐渐走上了杀父取母的道路 社会悲剧 罗米欧与朱莉也就是一个社会环境 所形成的主人公的一些悲剧 那喜剧呢 喜剧就是 优秀的喜剧有深刻的社会内容 而并不在于让你去捧腹大笑 还是要有深刻的社会内容 喜剧卢俊说 将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 喜剧呢 通过生活中的丑恶落后 缺陷暴露出来 然后嘲笑和讽刺来加以讽定 比如说费家罗的婚礼 比如说唐吉科德 唐吉科德 他看到一个风车 觉得这个是敌人 然后他觉得自己是一个骑士 然后和风车去做斗争 这种喜剧 虽然看的时候觉得他挺傻 但其实是具有一定的 影现实影域意义的 证据 证据 证据就是指兼容一切具体的 然后可以投合各种性情的 然后证据呢 也被称为严肃剧 也被称为严肃剧 证据迅速发展 取代了悲剧和喜剧的一个地位 成为剧团的一个主流 是戏剧的分类 接下去呢 我们看摄影 摄影是一门普及性非常强的 一个艺术门类 特别是随着现代科技的一个发展 然后摄影它和电影一样 它都是 都是在 19世纪以来的 随着科技发展而形成的 新兴的艺术门类 新兴的艺术门类 所以摄影是一门很年轻的艺术 它的产生有赖于近代科学技术 摄影呢 有分为什么肖像摄影 模仿或绘画 绘画拍摄影的 它是一种即时摄影 然后现在科技迅猛发展 大家 不认为都是摄影师 都可以去创作摄影作品 它是最大众化的艺术门类之一 摄影有两个特征 分别是即时性和光合眼的艺术 即时性就是指 你无论是幻画还是雕塑还是书法 它可能都缺乏即时性 或者说你不一定有能力去很好的去表现 现实再新鲜的生活 但摄影的话 就是具有即时性 虽然光合影有时候也会骗人 但它毕竟不管怎么样 它拍摄的都是现实生活中 生活当中的东西 它就是具有现实性 它的原型和艺术形象 是具有同一性的 是具有同一性的 比如说通过这张摄影作品 我们才能够看到丘吉尔 他的一个真实的形象 如果是绘画的话 有可能这个绘画形象 会有一定的偏差 通过这个摄影 能够真实记录下 现实生活当中的场面 但摄影这样的并不是消极被动的 对待眼前的现实 它是会选择典型艺的场面 和典型的瞬间来进行拍摄 然后摄影呢 它是光合影的艺术 它是光线和影调的艺术 光线就是摄影师呢 对摄影师来说 用光是很重要的 摄影光有两种 一种是自然光 一种是人工光 影调就是黑白摄影的一个明暗层次 黑白摄影的明暗层次 摄影类型啊 按照题材 可以分为新闻摄影 社会摄影 风光摄影 人像体育 花卉镜舞 广告摄影 按体材分为读符 乘组 连续 剪辑照片等 那这些呢 是比较著名的一些新闻摄影 在历史上比较著名的一些 能够引起人震撼的 有触动性的一些新闻摄影 接下去呢 我们看电影与电视 这里面的电影比较重要 电视我感觉 写这本书的时候 可能电视在发展 现在可能电视 呃都都 都有点衰落 但电影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 因为我们在写科技 艺术与科技的时候 电影是非常重要的 要提到的一个门类 啊 那这里呢 是把电影电视放在一块去讲 它是最年轻 放的最快影响 最大的艺术 不断是什么 现在高科技手段 啊比如说这个 电影叫什么名字 我忘记了 啊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啊 就它和老虎在一块 这不可能是在一块 它就是要通过特效 通过特效的方式 就是一种 现在高新科技手段 现在高新科技手段 它在摄影的基础上面 发展起来最开始的时候 这个电影就是 一小段连续的画面 表现一个人打喷嚏的短暂过程 还有一个是什么 是火车进站 火车进站 这是比较早的一个电影 就很短 1895年的 就是这么一段 就是比较早的 最早的时候 就是拍摄了一个 动物的画面 就是最早的电影 然后1927年有声电影出现 最早以前末片 啊 末片电影在 在电影出现之间 末片电影是比较流行的 然后1927年有声电影出现 是电影突破了 单纯依靠视觉局限 成为一种视听艺术 那么 呃 电影和电视 它有特征 有四个特征 通过 运动的画面语言 生化结合 和时空转换的自由性 和追求逼真 和追求逼真 运动的画面语言 就是它不是通过瞬间 刚才那个炙铁饼者 它就是一个瞬间 但电影就不是瞬间了 它反映的是 一个过程 一个过程 然后电影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手段 就是蒙太奇 蒙太奇有可能 会考名词解释的 蒙太奇指的就是剪辑 它就是镜头和镜头之间的 一个组接 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 而另外有一个 画面语言就是长镜头 长镜头就是较长时间 不间断的连续拍摄 能够更加真实的交代出 一段情节和一个场面 那生化结合呢 这就是画面同声音结合起来 画面同声音 所以电影是一种视听艺术 这个画面和声音的结合 也更容易形成视听震撼 时空转换的自由性 你像在现场的戏剧表演 其实时空转换相对有点难度 但电影的话蒙太奇嘛 就是可能 呃 组建的可能一个一个抬头 是一个小孩年轻的时候 然后 然后那个蒙太奇转向天空 然后再往下的时候 就是这个小孩长大了 就它这个时空 时空的形象是非常自由的 能够跨越空间和时间的一个界限 天然地北昼夜古间 都可以在顺系之间相继出现在画面上 而两种结构 一个顺序式结构和交错式结构 然后要追求逼真 就通过静景和特写的手段 把细节送到观众眼前 这种细节往往 呃 就是 现场的这种戏剧啊或者舞蹈啊 可能 细节你要做的语言就看不见 但电影的话是非常能够把一些特写 送到观众眼前的 送到观众眼前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蒙太奇这个手段 看一下蒙太奇这个手段 什么是蒙太奇呢 就是 电影制作中 按照剧本或语言 原来它一个进口就是 你三个人在追逐 人在追人 然后一个进口是这个动物在互相追逐 然后它把这两个组织练续在一起 就会有一种想象 现在有不同的镜头组织 看到尸体之后效果出来了 这就是一个很正常的表达 但是 如果换成面糊表情 尸体 然后再像 这就可能会显得 这个人心里有问题 是个杀人狂对类的 我们看一个比较有趣的 那个斯大米祝和弟们 它其实就是一种蒙太奇手段 就是通过镜头的组结 别念 别念 这就是四孟 你别念了 念 为何不念 他到底 都念了些什么 好姐姐 这种镜头的自由的表现力 他是若随凌云智 敢笑皇朝不丈夫 倒念了些 魂言乱语在肚子里 我到底肚子里 肚子里早已空空 走 我请你上街吃杯酒 一三从不饮酒 四啥还可能不饮酒 我要你吃这一盏 你跪下我就喝 供我不弃 不愿 拜为 快掺起来 别拜了 拜为衣服 放两个屁 我已经放了 好了 那个同学们自己去看 自己去看一下这个 这个就是通过电影的蒙太奇的手段 蒙太奇的手段去形成的 呃 形成的一种特殊的 呃 特殊的影视效果 特殊的一种电影语言 然后电影的分类 分类大家了解一下 呃 然后我们接下去看文学 文学 文学呢是大家最熟悉的 也可能是从小就开始接触的一种艺术门类 呃 呃 比如说小的时候就开始被唐诗 这就是一种文学 很小的时候开始看四大名著或者是一些小说 它也是一种文学 那文学的定义 文学的定义就是文学它是以语言作为材料和手段来塑造形象和反映现实的 因此也称为语言艺术 称为语言艺术 那文学呢处于一个基础地位 在很多地方都会运用文学 比如说那个戏剧 戏剧它有一个剧本 戏剧电影电视剧有一个剧本是文学 比如说歌曲 它那个歌词 其实就是一种诗嘛 它也是一种文学 比如建筑园林当中的一个题的牌匾 对联题名 它也是一种文学 同学们这个画一幅画可能是绘画 但是绘画下面要加个绘画的名字 这个就是文学 这就是文学 所以文学它是各种艺术本类当中的一个基础地位 而文学的影响非常广泛 能够去提高人的文化艺术修养和思想道德水平 文学有两个特征啊 第一个特征是形象塑造的间接性 第二个特征是艺术表现的广泛性 形象塑造间接性呢 指的就是 之前讲形象性的时候 讲过文学形象 就是要通过想象 通过想象去形成的 而不是直接已经可以看到 所以文学是想象艺术 广泛性呢 就是文学 它什么都能写 什么都能够去表现 它不会受到限制 像美术 它其实还会受到物质材料的一个限制 音乐就受到音响的限制 但文学的话 也几乎不受限制 通过语言手段 它永远有无限的一个表现力 所有的东西 所有物质事业 精神世界事物 都可以进行一个表达 而且能够直接深入的描写人物的内心活动 揭示人物的思想感情意念和感觉 这是别的门类艺术 不可能去实现的 表现力非常广泛 这是文学的两个特征 那文学有这四种类型 有这四种类型 第一个是诗歌 第二个是散文 第三个是小说 第四个是戏剧文学 诗歌呢 就是类似于歌词最导的时候 是诗悦无三位一体 还有提到毛诗序那句话 情动于众而行严 言之不足故皆探之 皆探之不足 故永歌之 永歌之不足 不如首之舞之 足之导之也 这一段话大家最好背出来 因为它非常能实用 很多地方都会用到 它诗悦无三位一体 生来具有节奏性和韵律性 散文那个朱自清的背影 就是非常著名的散文 它是行事多样 手法灵活 题材不受限制 毫无局限 但散文有个特点是什么 行散而神不散 以及不上虚构 虽然散文你感觉好像毫无章法 写的比较散 但其实它的一个 那个朱自清的背影 你感觉它很散的写了好几个故事 但其实它最终就是要表达父亲 和父亲之间的这种父爱 这种感情 小说 小说也是非常具有广泛性的一种文学形式 小说以塑造鲜明形象 富有个性的人物和设计生动的故事情节 为基本手段 来反映生活表达思想感情 小说呢 进行虚构和典型化 然后小说在同一作品当中 经常使用多种表达方式和手法 小说的短片中片长片 戏剧文学也称剧本 就是电影 电视剧 戏剧 戏曲 可能都要有一些剧本 要利用人物的对话 比如说那个雷宇 雷宇那个剧本就是写的非常典型 典型的非常好的一个剧本 戏剧文学要有选材 要有限制 以及表现要有集中 是文学的四大类型 接下去呢 我们看建筑与园林 那园林是一个重点 园林是一个重点 建筑与园林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实用的艺术 因为建筑是用来居住的 是用来居住的 那园林它其实是建筑的一种 其实就像戏曲是戏剧的一种一样 那为什么要单独去看戏曲 单独去看园林呢 因为其实就是因为戏曲和园林 它是比较有中国特色 和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的 建筑呢就是全全世界都有建筑 园林当然也有不同的园林 但是中国园林的话是比较有特点 是比较有特点 而且中国的这种诗情画意 都在园林当中去表现 所以我们要重点去学园林 那我们先来看建筑 建筑就是指在巢居和血居的基础之上 发展起来的 巢居就住在树上 你看 一开始这么住 后来这样 后来这样 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常见的这种吊脚楼 有些少数民族会 血居呢就是 住在地下 它也就大个屋顶 一点点上去一点点上去 一点点就高于地面了 就是巢居和血居的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 然后很快的建筑在发展观当中 超越了单纯的居住 比如说那个厄鹏功夫 它代表它描绘了秦汉时期的宫殿 再比如说那个 古希腊时期的那个柱式的那种建筑 古罗马时期的 那个古罗马的万神殿 古罗马的那个 就是那个斗兽场 角斗场 这种都是比较著名的 历史上著名的一个建筑 突出了宗教的政治 逐渐的这个建筑 就会突出宗教政治的文化内容 比如说中世纪时期的教堂 中世纪时期的那种 哥特式教堂 它会用一种尖顶 然后呢它那个玻璃呢 又很小的透一点点光进来 就让你觉得这个光是 从上面透下来的 就会让你的视线 一直不断的向上飞升 让你一直达天堂 就感觉在那个建筑里面 就感觉 就是你和你自己的那个水平面相高 就是那个地下好像就非常的黑暗 但是呢你一直往上的话 就天上就会有光设下来 这个就是天堂 这个建筑就逐渐有了宗教的政治的文化的一个含义 那建筑的它是一种实用艺术 但实用艺术也会有一定的审美功能 那古罗马的建筑师威特鲁威 就提出过三个原则 分别是实用坚固和美观 试用坚固和美观三个原则 建筑的手段有包括空间形体 比例尺度韵律 布局色彩 装饰风格等多种要素 建筑艺术的特征有三个特征 第一个是空间和实体的同意 就是空间就是指你住的那个空间 内部的实体呢就是外部的 你看到那个外在形式 那么它的外在形式 其实是服务于它的内部空间 因为建筑它毕竟是一种实用性的艺术 你要你要有一定的居住功能 有些建筑长得很好看 但不能住人 那它可能就不能称之为是建筑 但是呢 我们在欣赏建筑艺术的时候 它的外在的形式 具有一定的独立价值 比如欣赏长城的雄伟 故宫的壮丽 巴黎圣母院的威娥 悉尼歌剧院的这个杨帆的意韵 都是从外观上感受到 我们看下这故宫 故宫有一种雄伟壮困 主要是封建制度的那种地质 皇权的一个代表 你看西尼歌剧院 它有个特点是什么 它的每个角度啊 看到的歌剧院的外形是不同的 就是这个正面看 侧面看 这个服饰的看 每个角度都不同 这是西尼歌剧院的一个特点 那建筑呢 还有第二个特点是艺术与技术的结合 就你的艺术必须要通过技术来进行一个支撑 像古希腊时期的那个建筑 就是它那个柱式很高 它是柱式的 而古罗马时期也就是一种拱式的 就那个拱门 从那个柱式到拱式的一个转换 那个拱门那种建筑 它就有一定的技术 技术含量在里面 就这个拱高度是多少 弯曲多少 怎样才可以具有一定的沉重性 就是一种技术 再比如说中国的那个斗拱技术 都是一种技术 都会受到物质和文化条件的一个制约 然后建筑有一定的风格性和象征性 你就看到风格 我们现在还没学到 第五章的时候会学风格 举例子可以举建筑的例子 建筑体现着一个时代的物质文化的水平 代表当时意识形态和美学观念 和时代标记的意义 比如说故宫 它的风格和象征 就是刚才讲的皇权的象征 比如说埃及金字塔 其他就是一种法老的高度的极权式的一种象征 然后比如说这个悉尼哥军 可能是一种现代建筑的一种象征 它其实都是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和美学观念 以及具有一定的一个风格和民族和地域特征的 民族和地域特征的 那巴黎圣母院呢 你看这个教堂非常的巍峨 就它很高 它很高 你可以看到它的窗子开在上面 它下面都不开 然后有尖顶 就是它的建筑有一种向上飞升的感觉 向上飞升 然后你可以看到像这个东西看到没有 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支撑性的 呃 就是在之前生产力不太发展的时候 是不太能够去建造比较高的建筑 因为高的建筑 它在技术上有一定难度 那你像古罗马的拱是 它那次通过拱去支撑 但它的拱不是很大 但是巴黎圣母院这种建筑 在当时已经很高了 它怎么去支撑呢 你支撑在内部的话比较丑 所以它支撑在外部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支撑 它的外部去支撑支撑这个建筑 啊这个是当时的一种技术 接下去呢我们就看这个今天的重点 就是这个园林 园林 这呢是北京的颐和园 园林指的是什么 园林指的是利用自然因素 也利用人文因素 旨在改善和美化生活的一种场所 是人造的景观 啊这个是园林啊 园林并不仅仅指中国园林 园林有 东方园林阿拉伯园林欧洲园林 那园林呢有三大要素 第一个要素是有较大的固定空间 建筑只是一类 类似于一栋楼的建筑 园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范围 第二个都叫林了嘛 它有一定的植物材料 有一定的植物材料 啊 就它是自然和人物景观的一个结合 之前我们学过那个 人化的自然 其实园林也是人化自然的一个 比较重点的一个例子 然后呢 园林经过审美创造 而且具有景观的意义 这是它的特征要素 园林分为三种 一个是欧洲园林 一个是阿拉伯园林 一个是东方园林 欧洲园林呢 这个是法尔赛公园林 啊 法尔赛公园林 从上人攻美 啊 这个著名的造原家 勒诺尔泰 勒诺尔特提出强迫自然接受均衡的法则 所以这个 欧洲园林有一种几何式的 几何式的 阿拉伯园林呢 它主要是十字形道路交叉处 有一个水池 十字道路交叉 这里看不见 我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水池 这边有一个十字交叉 中间有水池 这种格局 它发断于古代巴比龙和波斯 然后呢 在很多地区 都有一定的传播 在中东啊 北非啊 西班牙伊都等地 都有一定的传播 它是和缺水有关系的 因为缺水 然后它的这个 植物在比较低传的一个地方 那这样植物就能够很好的去生长 就这种格局 太极林 这个就是太极林 就是这个格局 东方园林呢 发断于中国 以中国园林为代表 它主要就是诗情画意 你看这个苏州的这个园林啊 你看一眼就感觉 那种山水画的感觉就出来了 那种诗情画意 造原家 在有限的空间里面 创造出深远的意境 虽由人坐晚自天开 有一种不移景意的效果 就每走一步 你的你的场景 这景色都不同 然后北方园林 以皇家园林为代表 如一鹤园 南方以四家园林为代表 如苏州着镇园 接下去呢 我们要看这个重点 就是中国古典园林 中国古典园林 这个书上没有 这个是我补充的 补充的部分 呃 中国古典园林 这个是北方的园林代表 一鹤园 这个呢 是南方园林的代表 苏州着镇园 一鹤园有一个场景 叫西山晴雪 就是在下雪的时候 下雪的时候 可能这个雪就飘在这个上面 就一个形成一个西山晴雪的一个场面 一般在北京的话 看天气预报 大约几天后要下雪 赶紧预定一鹤园的门票 嗯 然后中国古典园林 它分为北方和南方 北方是大型皇家园林 江南是小型四家园林 前者呢比如圆明园 颐和园 避暑山庄 气魄宏大 富丽堂皇 有那种皇家代表 后者呢比如说 卓振园 王氏园 西园 是精巧别致的 而中国园林最突出的特点 是追求诗情画意 它把自然美和建筑美结合在一块 创造出一种意境 而且把一些亭台楼阁 亭堂狼蟹结合起来 而且有一种诗 从诗词歌赋当中吸取精华 追求一个情景交融 追求一个情景交融 那么中国古典园林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自然美 第二个特点是建筑美 第三个特点是文化美 自然美 建筑美 文化美 自然美就是 所有的园林当中都有什么 水池 甲山 花草树木 它有甲山 就是山水嘛 一种抽象的山水 把它吸取到这个园林当中来 呈现出一种小和 小桥流水 荷花飘香的自然风光 比如说 卓振园当中的这个水池 甲山林木是错落有之 达到岁油人工 晚自天成的效果 建筑美 建筑美呢 就是它那个亭台楼格 天堂王县 有一种建筑形式的美感 这个建筑和周围环境是融为一体的 文化美呢 就比如说这个匾额 对联 甚至有的流园上面有什么 有石刻三百余方称为流园法帖 就是一种文化的代表 就是你在园林当中 呃 园林当中行走的时候 你可能不小心一抬头 就看到一个匾额 看到一幅对联 甚至看到一幅法帖 那这就是一种文化的渗透 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民族色彩 而且能够显示出传统文化当中 强调的一种意境 强调的意境 它的文化美 它的美学思想 啊 中国园林艺术它是有美学思想 美学思想在于有层次有变化 虚实相生 曲折含蓄 知识山林 啊 有一种山虫水浮夷 一无路流暗 幻明又一村的雅区 啊 能够在有限的环境中 创造出无限的意境 那比如说呢 举个例子就是颐和园 颐和园当中啊 我们说不宜景患 不宜景患 颐和园有一个 它的一个表现方式 表现方式 这个就是西山群群 表现方式就是借景 分景和隔景 是园林的具体的一个表达方式 借景什么意思 就这个景色不在于园林内部 但是你可以看得见 借外部的景色 望见园外的玉泉山和香山 扩大颐和园的一个视野 分景呢 就通过颐和园的这个长廊 分成了北边的万寿山和南边的昆明湖 使人不宜景化 把风格开 隔景呢 就是园中之园 就颐和园里面有一个祭畅园 是模仿的是江南园林 江南园林 富有江南园林的一个情趣 所以颐和园里有借景 分景 隔景 这三种手段 然后具体的这是北京 颐和园的一个介绍 我们要了解一个 要学习园林嘛 我们就要了解一个具体的园林 以北京 颐和园为例 这个园林呢 它坐落于北京西郊 世界上最广阔的皇家园林 面积有290公顷 由昆明湖和万寿山两个部分 三个区域 一个是人寿店的政治活动区 一个是 预兰堂 岳寿堂的生活区 还有万寿山昆明湖的风景区 还有借西山群峰 融为一体 是中国风景园林设计的杰作 然后有不同的建筑三千多间 然后它的不同地区的园林风格 都容纳进来 雕刻技术也很进展 堪称园林建筑博物馆 所以颐和园园其实是非常值得一游的 那么建筑园林我们讲完 最后我讲一下这个其他部分 就曲翼和木偶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 曲翼就是平画鼓曲快板相声 北方的相声比较流行 南方的那个平坛比较流行 就说唱表演艺术嘛 是一种民间的 而且评类比较防多 而且又有很强的地域性 木就是一种拟人性的表演的 提线木布袋木 是一门综合性比较强的 比较强的一个艺术 那么这个就是今天的所讲的所有的门类艺术 有九种啊 有九种 我们回顾一下 七种划分方式 第七种最重要 第七种划分为音乐 美术音乐舞蹈 戏剧摄影 电影电视文学建筑园林和其他 然后这九种当中 重点看什么 一个是艺术与科技相关的就是那个电影 那个电影 摄影也是啊 一个是和传统文化相关的这个戏剧当中的戏曲 戏当中的戏曲和建筑当中的园林 园林 其实还包括美术当中的书法 另外一个呢 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就是美术和文学 美术和文学 这些是比较重要的 是比较重要的 啊 那么 呃 我们来看一下这周的一个作业 作业呢 不要求大家每个门类艺术通通掌握 呃 我们主要看一下重点 重点 一个就是如何去划分的 一个就是在美术方面的 特别重视书法和中国话 一个就是戏曲 也就是戏曲当中的 一个呢是电影和电视的 还有一个是中国古典园林的 这些呢是重点 重点之处表现为 呃 一般来讲考试写论书题都能用得上 你举例子 一般肯定会要讲一些 艺术和传统文化的关系 当你讲到艺术和传统文化 戏曲 园林 美术 你就都能用上 然后如果去讲到艺术与科技 电影电视就能用上 啊 所以这是本周的一个作业 作业我应该已经发到群里面了 好 那么今天这节课呢 就讲到这儿 就讲到这儿 内容呢相对是比较简单的 没有什么难度 但是内容也很多 内容也很多 呃需要同学们具体的去消化 然后比较重点就是不要去死学门类艺术 要了解它和其他的知识点的一个连接 它和其他知识点的一个连接 然后具体要去掌握我举的一些例子 就特别比如说颐和园那个例子 然后比如说呃中国戏曲 戏曲当中的那个例子 以一求多啊 就这个举例子是比较好用的 呃然后大家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问题的话尽快提出来 大家听完这节课有什么困惑 有什么问题吗 对吧 大家听完这些课有什么问题吗 那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上到这 然后同学们尽快的去做作业 交作业 谢谢大家